20号深夜 索马里安全部队结束了与该国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人员在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的基站 索马里警方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次武装人员针对酒店的袭击共造成至少21人死亡 117人受伤 索马里警方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 清理哈亚特酒店武装分子的行动已在20号晚结束 在这次行动中 安保部门成功救出了被困公民 至少106人 包括妇女和儿童 警方称 由于部分伤者情况危急 死亡人数可能增加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特派团均已发表声明 对袭击予以谴责 当地时间19号晚 武装分子先后引爆两枚汽车炸弹 炸毁了摩加迪沙哈亚特酒店的外墙 随后闯入酒店并劫持多名人质 索马里警方 军方随后与袭击者在酒店区展开长达30小时的交火 据了解 哈亚特酒店经常有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出入